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与镜》里面有一句我试图的 整个演唱会的概念都是围绕着图和水做主体 因为自己的想法可以像水一样 做人处事方面其实水都有很多哲学在里面 这首歌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用一种自己的方式去带动水流动 好像一个瀑布一样一个浪图一样去告诉大家 我要来了 这是其中一个水的一种形态 所以也很感谢小柯老师帮这个忙去写这首歌 因为这次演唱会一直想不到一个很合适的歌去演绎 整个演唱会 因为我觉得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 那个主题目的性都很大 希望写一种纯粹关于水的一首歌 就用了自己的名字用途去做一首歌 里面的和音 其实里面的很多opera 全部都是真实的合唱团去播出来的 chorus方面其实很气势的chorus 是以往作品里面 应该都没有过这样的hook line 给大家听到 这次的排舞的老师是小梅老师 在大家心目中是很大师级的老师 他就用了很多布的元素去表达这个水的形态 很多不同的picture大画面给大家看 正如水一样 水在不同的形态 会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方式去出现 所以其实在整个演唱会里面 都想用很多种不同的曲风 有不同的模种去串联整个演唱会 有一些像水一样 可以包罗万有 所有的style都可以混合在一起玩 不需要去特别区分开 自己有保持着物理治疗 还有也有带着脚裤去跳舞 所以都ok的 不用担心 演唱会会有几个 包括陶这首歌 还有一些新歌会在里面出现 给大家算是一个surprise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很多新的 或者说大家想不到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做什么一个好的身体 你看表演可以 我不要求大家做这么多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